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和聯合國高級領導人 和其他人一起表示 新聞自由在選舉範圍內受到攻擊 布林肯射三紀念《世界新聞自由日》 布林肯說 我們知道世界各地的記者 越來越多地受到圍困 以各種方式受到圍困 現在隔拾科為期 因為理行職責而在莫斯科被拘留和監禁 這個再次非常有力地證明這一點 這是非常不公正的 美國與俄羅斯密切接觸 以尋求它的自由 尋求它的立即釋放 在第30個《世界新聞自由日》 布林肯發表聲明 美國向世界各地結出的新聞工作者 和媒體專業人士 表示深深的感謝 他們的工作確保了構成自由 和開放社會命脈的信息 和思想的流動 今天我們還在這裡深思 無數的新聞工作者 為理行這個崇高的職業 所付出的巨大犧牲 聲明說太多的政府使用鎮壓 來窒息言論自由 包括對只是理行本職的新聞工作者 進行報復 監禁並非記者面臨的唯一威脅 霧道暴力衝突 和腐敗的新聞工作者 受到恐嚇和綁架 這些罪行往往得不到追究 在其他地方 記者面臨歧視 審查和武器化的司法系統 世界各地都有政府使用各種的鎮壓工具 迫使媒體機構關閉 聯合國秘書長 古特雷斯亦就世界新聞自由日 發表講話 古特雷斯說 停止威脅和攻擊 停止拘留和監禁從事工作的記者 停止謊言和虛假信息 停止針對真相和講真話的人 無國界記者組織星期三 發布了2023年世界新聞自由指數 該指數分析了180個國家 和地區記者的工作環境 挪威是新聞自由度最高的國家 在該指數中排名第一 美國排名第45位 俄羅斯跌至164位 中國排名倒數第二是179位 排名最後的是北韓 ceğiz了